白雪 你起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阿大老师 哎呀 你们坐下 我叫的是那个白雪 哪个呀 是我这个还是我旁边那个 哎呀 短头发带蝴蝶结的那个 哦 好吧 白雪 你来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魔法 好 白雪 哎呀 我说的不是你们 是他 哎 穿背戴裤的那个男孩 哦 好吧 白雪 怎么了 老师 哎呀 我叫的不是你们 天哪 这课我已经没换上了 再想好了 没有老师愿意给我们上课了 你们快把自己的名字赶回来吧 不要 谁规定了白雪只能你来叫啊 我们也要叫 叫啥 我们也要叫白雪 你们 白雪 你快给我开门吧 开门 黑暗魔王 怎么是你 哼 怎么是我 你抢小怪兽的棉花糖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我要来找你的 我什么时候抢小怪兽的棉花糖了 黑暗魔王 你是不是搞错了 不会的 小怪兽紧口告诉我了 是白雪抢了他的棉花糖 就是你 快把棉花糖还回去 哎呀 黑暗魔王真的不是我 现在的黄王国 可不止我一个人叫白雪 你还是回去 跟小怪兽问清楚 到底是哪个白雪抢了他的棉花糖吧 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白雪 你给我出来 怎么了 委屈妈妈 白雪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好孩子 没想到啊 你现在把我的香水打碎了 连一声道歉都不说 啊 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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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 你还狡辩 牛角哥都告诉我了 他亲眼看到的 是白雪把我的香水打碎的 你现在承认了吧 真的不是我 现在有好多人都叫白雪 你还是去牛角怪家问清楚吧 啊 这样啊 那好吧 这样下去不行 我得想想办法 小精灵 你快帮帮我吧 白雪 这是怎么了 现在童花王国好多人都叫白雪 就连贝尔熊妹大宝 他们也改名叫白雪了 结果 老雪哥也想不成 不管是谁犯错都来找我 我受不了了 怎么还会有这种事 我把熊妹他们找来问问 召唤树 熊妹贝尔大宝 我问你们 你们为什么要改名字 我叫白雪 这到底是为什么 双马尾白雪 你来回答 是 是因为大家都说喜欢白雪 所以 我们就觉得 一定是白雪这个名字 说大家欢迎 然后我们就都改名字叫白雪了 孩子们呀 你们这样是不对的呀 啊 为什么 大家喜欢白雪 是因为白雪乐于助人 不是因为它的名字 你们改了名字根本没有 应该学习白雪身上的优良品质 而且 现在大家都区分不开我们谁试试 真的很麻烦 现在你们知道 想要被大家喜欢 要怎么做了吗 知道了 你们知道了 不知道了 我们还是叫回我们自己的名字吧 哈哈 你们今天的小伙伴们 你们有没有干过类似的傻事呢 快把它分享出来吧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